佔領行動第65日 學團和學民思潮昨晚發動包圍政府總部 示威者兩道佔據龍和道 多次與警方衝突 目前已恢復平靜 龍和道東西行線都恢復正常行車 移下角度就仍然有示威者佔據馬路 至於海赴中心港鐵站通去政府總部的路口 就仍然被示威者堵塞 政府總部早上暫停開放 下午恢復 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暴徒行為 行動中警方一共拘捕了40人 有11個警員受傷 先看今早早警方驅散龍和道示威者的情況 龍和道通宵都有示威者佔據 警方發出警告後 在大約7時向示威者開消防喉射水 同時大批警員出動 將示威人士趕回去行人路 示威者衝向天馬公園的方向 警方制服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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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有人去南海人 拔散範圍一步擴大 人群過去沿海副中心天橋 警方不斷把示威者 趕離政府總部入口方向 找手uitive 有人在混亂期间受伤 包括摄影记者 在大约7点半 农和道恢复通车 另一边 示威者就逐步退回金钟占领区 用障碍物封锁通去海库中心天桥的行人电梯 与警方一度推撞 地面的示威者 和天桥上的警员对视 大约9点在海库中心港铁站 几个便衣警员想移除路障 示威者阻止 之后发生冲突 一个穿着墨绿色衣服的便衣警员 怀疑被示威者袭击倒地 救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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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后警员经天桥赶道 爬出被示威者用障碍物封锁的电梯 到场驱散人群 警员再次爆发冲突 场面混乱 对于示威者 在夜晚曾经冲击警方防线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否认 是违反了非暴力原则 认为行动令到政总 未能够如常办公已经是成功 但承认有参与者不满学联的部署 很多次有后受损了 也有朋友批评 整个部署是失败的 或者是有落差 我们都必须向这些受伤的朋友致歉 商学应该要为行动负责 他说学联和学民思潮 有大约10个成员参与前线的冲击 他就留在后方 又说早前被捕的岑奥辉和黄之锋 也不适合在前线 学联和学民思潮 在昨晚发起包围政府总部 一批示威者之后冲出农和道 并且架设路障 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喷雾驱散 带回早前的冲突情况 昨晚大约10点 示威者冲破警方第一重防线 由天马公园冲出去 特首办对开的冲和道 警方试图将示威者驱赶回去行人路 不过不成功 示威者先冲出冲和道东行线 没多久占据到西行线 全面瘫痪现场交通 冲和道失守 警方再度增援 并且用警棍想赶走示威者 有示威者再将铁马阵推向警方 有人站在花槽 警方在另一边推散人群 又制服部分人 很快又再展开另一次攻防战 其间有人向警员 扔鸡蛋和粉状的物体 示威者在冲和道隧道往中环方向 架起了铁马和警方对视 警员多次劝语在场的人士 不要向警察扔杂物 示威者又搬来一批砖头 到凌晨1点半左右 警方出动专业移植队 出动警棍吹泪水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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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沿着农和道两边散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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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示威者用灭火桶 噴向警方 警方把部分人逼退到添马公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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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大约2点45分 警方清走农和道隧道内的人群 警方清走农和道隧道内的人群 农和道一度通翻车 走 走 走 但是45分钟后 农和道再度失手 示威者趁着那里的警力减少 再度用交卡板水马铁马和大垃圾桶等 堵塞马路 部分人更走入附近的政府地盘 涉嫌拿走砖头等建筑物料捕成路障 无线电视机制在郑思庭 政府总部在下午恢复运作 但立法会会议仍然取消 陈嘉欣在金钟海库中心港铁出口 示威者堵塞着出口 有没有影响出入政府总部呢 晓莹 一会儿公务员上班 由金钟站到政府总部 多条的通道仍然被堵塞 好像后面也就是海库中心对出的扶手电梯 是主要的通道 现在看到其实铁马和垃圾 仍然堆积在这里 不能沿着扶手电梯上去 就算公务员愿意走过几步 走到去对出下角度的位置 进入占领区 走到去最近 也就是树后面看到的位置 就是政府总部 东座对出的回旋楼梯 进入政府总部 仍然被堵塞住 唯一一个可以经过通道 就是要经过占领区 即跨过石坡 沿着天马公园进入政府总部 又或者是经过中环农和道 进入政府总部 有公务员跟我们说 要兜路真的不是很方便 对于今早早有一些混乱情况 他们就说不太担心 我现场报道是这么多 先交给新闻部 好 麻烦 以昨晚至今早早的行动 有11个警员受伤 警方说示威者用不同方式 襲击警员 并不是和平示威 政府又对学联和学民思潮负责人 予以最强烈谴责 冲突中示威者和警员多次推撞 有人投资硬物 之后警员在金钟一带手获得多件物品 包括多支长营铁棒 竹枝 有铁钉的木卡板 还有砖头 而在农和道一带 示威者留下的物品散落一地 也有有钉的木板 海赋中心对开 也有包着纸皮的木板 警方说示威者是刻意用暴力 冲击警方防线 有很多所谓用卡纸做的盾台 里面原来是包了木板 或者甚至有一些用铁板 用眼墨去袭击我们 包括它有扔鸡蛋 扔整罐的汽水扔过来 令到我们有同事眼角爆开了流血 也有水樽 头盔 甚至胡椒粉 保安局局长黎洞国说 示威者的行为完全背离和平 非暴力 是有组织和有系统地 去痰瘟政府总部的运作 政府也发表声明 对非法集结人士有预谋 有组织地以暴力冲击警方防线 堵塞政府总部和农和道 无视法纪 和危害公众安全的暴徒行为 予以最强烈谴责 无线电视记者陈日思报道